佛与牛份 有一天 佛印禅师和苏东坡一起在禅堂打坐 苏东坡忽然问禅师 禅师,你看一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 佛印禅师看了苏东坡很一阵 就说 好庄严 苏学士眉眼耳油含笑 身上端严 就好像一尊佛一样 苏东坡听了禅师这么说,好满意 过了一阵 佛印禅师对苏东坡说 佛严,你看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 苏东坡心里就想 平时被你个老和尚捉弄,瞻尽上风 今天轮到我给她点颜色看看吧 于是苏东坡就说 苏东坡,我老实告诉你,你是像一堆牛屎 佛印禅师听了毫不介意,只是笑了一笑 苏东坡,苏东坡洋洋得意 以为总算赢回佛印禅师一次 令佛印禅师啞口无言 苏东坡的妹妹听完哥哥胜利的经过 叹了一口气 哥哥啊,你输了啦 苏东坡不明白,就问 我怎会输呢?明明是禅师反驳不了我 怎会是我输呢? 苏小妹就说 哥哥,人家禅师心中是佛 他看着你,你就是佛 你的心中是牛屎 所以你看到禅师,就是牛屎啦 这个故事令我们想起,自从疫情以来 我们常常要居家抗疫,或者要去家里工作 无形中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多了 但是跟家人更多的相处,往往并没有带来更好的感情 相反,很多人跟家人的关系反而差了 其实,当我们看身边的人不顺眼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对方不好 可能是因为自己心中的牛屎太多 所以看谁都不顺眼 现在疫情对很多人都带来大大小小的困境 大家内心的不快,可想而知 所以,我们要自我察觉 不要将心中的牛屎投射到别人身上 破坏自己的家庭和身边亲友的关系 我们心中有佛 看对方就是佛 我们心中有牛屎 看对方就是牛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